妈 明天要交五百块钱的补习费 五百那么多 你可不要骗我 那不能 我现在就去问隔壁胖虎他妈去 糟了 多说了两百块 这下玩犊子了 要穿帮了 好啊 七宝 你竟敢撒谎 妈妈 我 连胖虎他妈都说补习费是八百块 胖虎那小子居然比我还狠 你为什么要少报三百 是因为我成绩比胖虎好 老师说不用补那么多课 那怎么行 他成绩倒数第一 你倒数第二 万一被他追上了怎么办 咱报一千块 咱报一千块 妈 这是你看了好多次都舍不得买的衣服 送给你做新年礼物 天气凉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谢谢你 七宝 不对 你哪来的钱给我买衣服 不说清楚 你今天晚上别想吃饭 哎 好帅了 妈 这次我们考试成绩出来了 考了多少分啊 嗯 五十九 又没及格啊 别念了 不是 妈 这次的诗卷总分一共猜 一百五 你还好意思说 这次的题目真的很难 我们班最高分也才考了 嗯 一百五 你是不是疲养了找抽 哎 妈 你怎么不问问最低分是多少呢 多少 五十九 哎 妈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不是跟你开玩笑呢 哎呀 七宝你逗我干嘛 我没逗你 哇塞 无中生有 暗度成仓 请你想象请不捏到 怎么考得这么差 上课都干什么了 这次的题目很难 我们班很多人都没有考好 就知道跟成绩差得比 人家隔壁胖虎考了九十分呢 放学就在那躺着 什么活都不干 看看隔壁胖虎 总是帮他妈擦地 妈妈 我想买个新书包 你的书包不是还能背吗 可是我的同学都买了 胖虎妈妈也给他买了 七宝你可不能跟别人攀比呀 那你为什么总拿我跟别人比呢 你永远只会讲自己的大道理 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讨厌你 啊 我讨厌你 为什么 因为你成绩好 园子 你又考了一百分 真棒 走 我带你出去玩 妈妈 我也想去 你考得那么差还有脸去 给我在家好好学习 发红包了 园子你成绩好 给你个大红包 谢谢妈妈 去吧 给你 园子 我们来看动画片 妈妈 我也想看猫和老鼠 你成绩那么差 看什么看 给 快去写作业 只要有你在 妈妈永远都看不到我 我讨厌你 再也不想理你了 怪不得七宝越来越自卑了 原来都是我造成的 七宝 对不起 妈妈不应该偏心 这是补给你的红包 不管成绩好坏 你们呀 都是好孩子 今天是我的两岁生日 但是 妈妈似乎已经忘记了 七宝 我去上班了 你好好在家待着 我会乖乖的等 等妈妈上完班 就能陪我过生日了 晚上六点 妈妈说她有忙不完的家务 我还是会等 等她忙完家务 就会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了 晚上八点 妈妈又说 说她要去参加同学聚会 我还是会乖乖的等 等她陪完同学 就会陪我过生日了 晚上十一点 妈妈还没有回来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越来越乖 妈妈陪伴我的时间 却越来越少 七宝 你怎么还没睡觉啊 妈妈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傻孩子 今天才十四号 明天才是你的生日啊 我还特意请了假 明天陪你出去玩呢 真的吗 太好了 假如学习变成打游戏 怎么还在学习 今天的游戏玩了吗 妈 不是说每天可以学一个小时的习吗 给你一个小时 你就都得用完吗 不知道抽空打打游戏吗 你就再让我学会吧 这道题第三十八种解法 我马上就学会了 学什么学 这赛季马上就结束了 你什么段位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以后每天学习的时间减少半小时 妈 我在认真打游戏呢 好好打 这赛季要是再上不了王者 我就再做给你包五个游戏补习吧 拿来 妈 我求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已经一整天没有学习了 哥 别学了 快上游戏 我带你组队 妈妈妈妈 狗子的妈妈带她去游乐园了 我们周末也去吧 你有人家成绩好吗 还让我带你去游乐园 哎呀 成绩差一点 又不代表不可以去游乐园了 你带我去吗 就你这样回回倒数 又调皮捣蛋的 我带你出去都嫌丢人 哎 原来我这么让妈妈失望 好困难 不可以睡觉 要继续学习 妈妈妈妈 我这次考了九十分 你是不是很开心 哼 你说吧 是不是把分数改了 我没有改分数 你还不承认 就为了去游乐园玩 你就撒谎 你不信拉倒 你干什么去 给我回来 喂 王老师啊 喂 七宝妈妈 七宝这次考了九十分 进步非常的 七宝 妈妈做坏年了 对不起 你做得很好 这中午 我们自己去游乐园吧 哎 你就是十年后的我吧 对 那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可以啊 主人买房了吗 买了 太好了 那买车了吗 嗯 买了 哎 你能不能问点 关于你自己的事 嗯 让我想想 主人他结婚了吗 有没有孩子 身体好不好 你能不能不要再问 关于他的事了 他 怎么了 他把你抛弃了 因为怀孕 他保证感染空凶虫 这几年你在外面 没少遭罪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主人 他没事就好 我恨你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园子 唉 我的妈妈 是全世界最坏的妈妈 我的妈妈心里只有七宝 每次吃东西 她都要先给七宝 园子关 先让哥哥吃 七宝 看看喜欢吗 从小 我都是穿七宝 穿圣的衣服 多么希望 能有一件属于自己的 妈妈 我想要一件新衣服 七宝很多衣服都小了 正好给你穿呢 买新衣服又要花钱 园子 听话啊 妈妈的心里 根本没有我 我恨我的妈妈 喂 可是有一天 我偷听到了妈妈的秘密 放心吧 我会多给七宝一点爱 让她忘记曾经流浪的衣服 谁能忘记过去一路 曾老给你 那一刻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哥哥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罐头 哥哥 我陪你看动画片吧 哥哥 我会跟妈妈一起爱你 不会再让你去流浪了 我的妈妈 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七宝小园子 这是鸡养在我们家的小园子 我不喜欢它 它不仅是个胆小鬼 还是个贪心鬼 每次我吃剩的 它都要抢出去吃 趁我们不留意 还会把冒凉偷偷藏起来 前两天 妈妈给我们买了新衣服 它也舍不得穿 我本想把它的旧衣服扔了 它死活不给扔了 哎呀 哥哥 你怎么乱动我的衣服 我还要穿呢 园子 妈妈又不是没给你买新衣服 你这样弄得好像我们亏待你一样 又来了 它每次都是这样 只会装可怜 怎么办 妈妈已经出差好多天了 都还没回来 可是猫粮已经吃完了 哥哥 这个胆小鬼居然把自己藏的猫粮 全都拿出来给了我 你 你不吃吗 我还不饿 你先吃 别害怕 妈妈明天要是还不回来 我就把新衣服当了 给你换猫粮 那一刻 我想哭 原来它并不是胆小 它只是比我懂事